今天呢是我即将进入小屋的到处第三天 也是我刚刚从上海回到深圳的第一天 第一天回来嘛 就是收拾一下行李什么的 然后再把它重新装到行李箱里 准备去带去小屋 我的白T嘛 对 每个月份穿的白T 因为要去的时间比较长嘛 所以也要想到会不会突然间降温了 会不会热了 会不会冷了 所以准备的衣服就会稍微多一点 好吧 大概就是这样 我现在刚刚回到家 有没有发现今天的视频跟昨天不太一样 化了妆 因为我刚刚去买了一些化妆品 男生买了一些什么化妆品回来 化妆棉卸妆是有可以用的 卸妆水 这个比较好认 这个是个眉笔彩妆前霜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个他们说我不太用得上 这个应该是什么粉底液 对 所以感觉皮肤也还可以 不用这么遮 好 今天的购物分享完成 哈喽 今天呢 是我入住小屋前的最后一天 我带了很多 带了很多相机 我想说去给他们配一些电池 害怕在小屋里没有电了 所以我就出去逛了一圈 想要买到一样的电池 还是这样的 但是呢 我到了一家顺店 他告诉我说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那个也没有 结果就一个都没有买到 然后呢 我回到家里之后 就点开了美团 我在美团的便利店里 把这三个都买到了 等吧 等他们把电池送来 然后把新的电池准备好 装到包里 很期待明天正式住小屋 然后叫我来家 那就小屋见吧 拜拜